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呢 熟了 肉熟了 还有呢 流动的意思 是偷的意思 小偷把东西偷走了 这个呢 两个 一个是被动的形态 那么呢 是教训的怎么说呢 这是我们第二课学过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些新的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单词 什么呢 这个积攒 收集 其中的意思 收集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 제 취미는 세계 여러 나라의 우표를 모으는 것이에요 那么 제 취미는 我的 취미 我的兴趣是什么呢 세계 여러 나라의 우표를 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 우표 有票呢 怎么样呢 모으는 것이에요 모으다 우표를 모으다 和这个 우표를 收集하다 收集 一樣的意思 看下面的 그동안 용돈을 모아서 부모님의 선부를 준비했다 那么 그동안 这期间呢 这个时间期间呢 용돈을 용돈是什么意思呢 是零花钱的意思 용돈을 모아서 那么这个 모으다 这个 우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不规则 加这个 무인的时候呢 要加这个 아 为什么加 아不是加 어呢 因为前面的这个 모으呢 是由被结尾的 所以后面加这个 아 모으아서 把这个 용돈 零花钱呢 攒起来了 所以呢 准备了父母的礼物 这个意思 这个是 모으다 我们看第五个 고생하다 고생하다 经常说 고생하셨어요 고생했어요 这么说 受苦了 受难了 辛苦了 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第一个 어머니는 병으로 오랫동안 고생하셨다 어머니는 妈妈怎么样呢 병으로 通过这个病 因为病怎么样呢 오랫동안 오랫동안 很长很长的时间 都怎么样呢 고생하셨다 都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受累 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呢 아버지는 자식들을 키우느라 文学 고생을 하셨다 那么 아버지는 자식들을 키우느라 为了养 因为要养育 这个 자식 这个子息 什么意思 儿子 女儿 叫 자식 孩子 意思 那么 키우는 是养的意思 那么加这个 느라 什么意思呢 表示原因的 키우느라 然后呢 운가 운가 是意思 全部的 所有的 各种各样的意思 各种各样的 这个 고생 都受到了 고생을 하셨다 这个就是 고생하다 受苦的意思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六个 是什么呢 낙다 낙다 是什么意思 好 或者痊愈的意思 对吧 那么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 낙다 是什么呢 是一个不规则的音变 它的这个 消息呢 是不规则的 所以呢 跟母音结合的时候 要把这个消息 脱落掉 那么跟以前 我们什么很像呢 跟这个 직다 我们在动词的 第一节课 讲过了这个 직다 比如说 집을 직다 盖房子的盖 那么还有什么呢 그릴 직다 这个做文章 还有呢 什么呢 밥을 직다 做饭 那么这个 西游戏也是一样 跟它一样啊 都是不规则的 一定要记住了 跟这个母音结合的时候呢 要把西游戏去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中午的时候呢 非常很好的休息了 感冒怎么样了呢 拿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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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刚才我讲过了 这个 啊 跟在这个 拿的后面 表示什么 过去式 对吧 可是呢 这个啊 是以母音为开始的 所以呢 这个消息就没有 就怎么样脱落掉了 这个是我们不规则的音变 看下面呢 这个职位呢 是 仗着这个职位 仗着我很高的这个职位 那么 다른 사람 对于别的人 给别的人怎么样呢 哈记 싫은 일을 강요하며 哈记 싫은 일을 不想做的事情呢 강요하며 强迫别人去做 别人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 是什么样的呢 안 된다 是不可以的 对吧 那么这个 앞세우다 是让什么领先 仗着什么 这样的意思 看下面的 내 의견만 앞세우는 것보다 다른 사람의 의견을 잘 듣는 것이 더 중요하다 那么 내 의견만 只是我的意见 앞세우는 只是仗着我的意见 只是以我的意见 为主的 这样的事情呢 比起来 不大比起来 다른 사람의 의견을 잘 듣는 것이 那么 听取别人的意见呢 这样的事情呢 더 중요하다 是更重要的 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什么呢 앞세우다 让自己的什么东西 仗着 仗着什么东西 让什么领先的意思 那我们看第八个 머무르다 머무르다 是很经常用的 停留 待的意思 第一个 저번 달부터 기온이 영하에 머무르고 있다 저번 달부터 저번 달부터 那么 从上个月 开始 怎么样呢 기온이 气温怎么样 영하에 머무르고 있다 一直都停留 停留在这个 零下的水平 영하에 머무르고 있다 那么 下面呢 有행 열정을 조금 변경해서 친구 집에 며칠 머무르 머무르기로 했다 那么呢 有행 열정 열정什么意思 旅行日程 那么旅行日程呢 조금 一点 怎么样呢 평경해서 평경 변경 변경了 这个旅行日程呢 변경了一点 所以呢 친구 집에 在朋友家里面 怎么样呢 며칠 几天 머무르 기로 했다 这个 기로 했다 这个什么呢 决定的意思 决定去做啊 决定在朋友家 待几天 这个意思 这个是什么呢 머무르다 表示 逗留 呆的意思 我们看第九个 쓰러지다 쓰러지다 经常说 晕倒了 倒下了 昏倒了 这个意思啊 动词的第三节课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看一下 第四节课 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个再来讲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